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备生产的产品一定要放到三号仓库便于召回 好 来 坐 坐 谢谢 关节也回来了 这个 既改资金下来以后 我看这样分配 关节 一千万 老乔三千万 我三千万 你看行吗 关节 还满意吗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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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提议咱们干一杯 来 来 撑住一下 来 不碰了 不碰了 来 来来来来 干 乔总 给我一百万 这事我肯定会替你保守秘密 二某啊 你能把这事烂到肚子里 等于替我挡了天大的灾呀 这样吧 明天 我亲自给你账上打两百万 谢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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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兄弟呀 谢谢教授 谢谢教授 光滚我忘了散啊 今天又过年啊 猫啊 吓我一跳 小面虎乔长文表面上答应给保安 郭尔茅封口费 暗地却要杀人灭口 干 我发誓 以后我再也不痛快些事了 那一百万我不要了 以后我就是龙子的沈亚吧 你 你老放心 这事我就算死也会带你棺杂里的 求求你饶了我吧 求求你 饶了我吧 嗯 嗯 乔长文的这个情人叫谢依兰 是时间局局长谢依山的妹妹 绿爷的员工 不久前 乔长文以假离婚的方式 秘密将财产转移到他的妻子 时间局的吕柔名下 此时单纯的吕柔并不知道 乔长文的卧室里 正躺着另外一个女 快 赶快躲躲啊 凭什么呀你们都离婚了 我凭什么要偷偷摸摸的 死 死 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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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姑奶奶 你别再使性子了 你这样是要会大事的 你知道不知道 我我求求你 算我求你了 我就不 你们都离婚了 怕什么 偷偷摸摸我受够了 我就不信有我哥在 吕柔能把我怎么样 索性来个鱼紫网破 我还怕她一个薛姜半老的 黄脸婆 谢义兰 别给脸不要脸 躲进去 躲进去 乔长文在妻子和情人之间周旋 把他们当成捞钱的工具 他们死心塌地地爱着这个男人 一个等着成为乔长文名正言顺的妻子 一个还等着跟他破镜重圆 不可能 约 Mam 我們宣布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 別在床上抽煙 忘了 你啊 从来我说话 都在耳边都 你身更半夜 你不在家好好待着 你跑到这儿来瞎折腾什么 我没跟你说过多少次 你没事 不要往这儿跑 不是为了你儿子 伯伯从欣欣兰来电话吗 说要找那个什么职称证明 你就是找职称证明 你明天再找吧 你看现在 几点了 都十二点多了 欣欣兰现在是白天了 我看药得起 让我赶快给他缩手去 缩成针过去 我说 你就是找证明 你跑书房去找吧 你说你在这卧室 你瞎翻等什么你 找到了 你给我听着 儿子可不知道咱俩的事啊 你这老啊 深更半夜往这儿跑 你让别人看见 可要起疑心的 来 你又赶我走 我这张脸你是不是看烦了 我看你那会儿离婚啊 是别有用心吧 你看你又来了 你又来了是不是 深更半夜来这儿找架找 是不是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 薄薄麻麻 你不是 你们局我少去了 我都快变成你们局的长客了 别有用心 这能一样吗 能跟在家一样吗 那好了 咱俩离婚的时候说得好好的 啊 等把那笔寄贷资金全部到手以后 咱们马上就出国 复婚 陪儿子 我跟你说快乐快乐 再忍忍再忍忍 哎呀 可这都一年多了 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 快乐快乐 可是我怕出什么岔子 能出什么岔子 怕我 跟别的女的跑好吗 你半夜跑到这儿来 让别人看见 那可真是要出大事了 对不对 你就放心吧 我不会有那些龌龊的想法 我告诉你 就是 倒我房子的耗子都是供的 行行 别打想了 你赶快回去啊 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 给我看管好那笔寄贱 等事成之后 咱们出国 喂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看那桌子上有两杯红酒 谁来过 你看 又起疑心了不是 我这儿能来谁 谢一山来了 谈既改的事 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想什么呢你这边 老乔 你看今天这么晚了 要不我就住在这儿等她 你说你又放糊涂了不是 我外边敌人那么多 可都等着抓我们的小辫子呢 一旦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假离婚 那我们不不都全完了 快走 我不管 快快走快走 别等着我发黄 好 我不打扰你 我 好 此时的吕柔只想尽快把既改资金拿到手 一家三口到国外 开始幸福地生活 为此她成了乔长文犯罪的同谋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而她不知道的是 她触犯了法律的同时 也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婚姻 来来来来 别生气 别生气 瞧 老爷 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 这儿连你老婆都不知道吧 这个 我跟你说实话 这个地方 是我离婚以后 找人偷偷做的 本来打算 这个放在什么财务上 以备不失之需 绿柔她根本就不知道 没想到这个 这次 带上了这种用场了 你是不是想连我也瞒着呀 我告诉你 女人哪 知道的越少越好 以后嘴要闭紧点啊 我从小到大什么时候 受过这样的气 行行行 我跟你说 我补偿你 我好好地补偿你 宝贝 放心吧 我会加倍地补偿你了 走走走 别生气啊 好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请不吝点赞 刘关杰 他是乔长文的爪牙 乔长文将杀人敛财等 所有的事情 都交给刘关杰处理 我接到了公安局的通报 绿野集团的员工 也是举报人 郭二毛坠楼而死 现在要调查 绿野集团的问题 交给你们来处理 举报人郭二毛的死 就是一遍 郭二毛生前算盘打得惊 勒索乔长文的同时 向检察院提交了举报信 信上只有半句话 有人在三号仓库放 他原本打算 拿到封口费就撤销举报 恰恰这半句话 成了检察院调查的重要线索 谢局 谢局 你们这件事办得太糊涂了 这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那天关杰动手的时候 让郭二毛给看见了 他知道那批有问题的货放在三号仓库 那你们也可以给他点钱把嘴堵上 我说吧 给他十万块钱 可你猜怎么着 这小子要一百万啊 贪得无厌可不是吗 谢局 你说对付这种无赖 要不这 他会不断地拿这件事来邀请你们 到时候你又都活出啊 总之啊 这个善后工作 你们干得漂亮点 是 这既改资金刚过来一部分 别节外升职了 我再帮你们赚钱 我不想被拖下水 局长 你就放心吧 这件事啊 我心里有点 二宝啊 我的儿子 如果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你走了我可怎么活呀 你走了谁给我养老啊 我都哭了我呀 二宝 谁把你害的啦 你脱脱梦给妈妈呀 阿姨 乔总来了 你是乔总 我儿子是你的员工 你要负责 二毛兄弟马上的这次意外 我的心里也不好受啊 是 我在齐叶 跟员工肚子说过 齐叶就是我们的家 那么二毛兄弟的母亲 从今以后 不仅是我乔长文的母亲 也是我们齐叶的母亲 母亲 您放心 您后半生的生活 我们管定了 后面 去财务室拿十万块钱 交给我们的母亲 这个 下次去 大白天不让我上班 陪你出来逛街 要是你都扣我工资的话 那我可以找你算账 哎呀 李柔姐放心好了 我早就跟我哥打好招呼了啊 吃个东西 你好 欢迎光临盖 这边请 李柔姐 您看我穿这件好不好看 这件真好看 李柔姐 这件是我们您兴致穿的 不适合的 这件跟你比较搭 我去那边看一下 乔总最近真是忙死了 计改资金的程序特别麻烦 每个环节都要一大堆手续 就你们局的最繁琐 那不是给人家摆摆样子罢了 反正你哥在 这笔计改资金啊 早晚也是个野的囊中之物 等资金到了账 乔总还真得好好谢谢我哥 这长文心里有数 你前夫可真是个工作狂 每天下班都把一大堆工作带回家 你怎么知道 我 是长文自己说的 是啊 长文工作起来是不会要命的 记得创业的时候 他曾经三天三夜都不会睡觉的 否则 绿爷也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这个领带不错 服务员 给我包起来 送给谁呀 有男朋友了 秘密 这是给您老的抚恤金 您一定要收好 白发人送黑发人不容易啊 今后你有什么困难 你一定要来找我 我总觉得我的儿子不会自杀 他平时心胸很开阔的 是啊 天底下哪有母亲 能够相信自己的儿子 能自杀呢 连我都不相信呢 送我母亲回家 行 一定要送到家啊 行 乔总 来 慢走 来 阿姨 您慢点 快走 快走 慢走 这几天全是要普查 而且还要表彰绿色文明企业 你回去嘱咐一下老乔 让他那边别出什么岔子 既改资金 还差最后一部分呢 这肥水不能留外人天 你说是吧 是啊 行 那我知道了 那你忙去 那你忙去 谢局 还有事儿 昨天晚上 你是不是去常文家了 去了 怎么了 你既然去了 干嘛不直接跟他说这事儿 我们昨天是喝了点酒 说别的事儿来着 我忘了 行 那我就替您传达这个指示 好 那我先走了 嗯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在家呀 你骗谁啊 你骗谁呢你 你去乔常文那儿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哥 我是在乔常文家里乖乖地待着吗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别跟老乔乱搞 你就是不听 哥 常文都已经跟你们旅科长离婚了 他那点伎俩我还不知道 什么伎俩 他们俩离婚是为了转移财产 有那么一大笔钱 在他前妻手里呢 常文都已经跟我坦白了 那点钱就是小钱 以后赚的才是大钱 就没他前妻什么事儿了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还想好好过日子 以后这样的傻话别跟我说 笨 哥 哥 不说就不说 讨厌 不讨厌 老乔 我给你帮你把他人订了 奖金可不能少啊 奖金 要不是你小子不小心 让他们看见了 能有今天这事儿吗 这不是你订的吗 急了吧 公过相抵 嗯 怎么是现金啊 麻烦了 最近风声这么紧 我能给你转账吗 还好 没节外生日 郭二毛那边 警察战事案自杀处理了 这个郭二毛 勒索到我的头上了 我要是不把它做掉的话 浩缓无穷 对了 乔总 我那副总经理的事儿 你应该别忘了 你跟了大哥这么多年 这都是你应得的 哎 关姐 大哥今后再有什么疏忽的话 你可是要多担待的 大哥您可别跟我客气 是 对了 你做过手脚的那几台高温设备生产的产品 不能再流通了 即使是流通出去的 医药给我马上召回 是 还有 三号仓库放的那批货 要尽快地处理 现在很难说过二毛临死之前 没向外边透露出什么 好 我会尽快转移 乔总 我还有件事儿 说 好 那我就直说 集团的借改资金不是下发一半了吗 我的那份 我说你呀你呀 你这个急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呢 你都不动动脑子 既改资金刚刚下发我就把它分了 我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 绿野目前在既改资金下发的档口 出了这种事儿 的确很蹊跷 前段时间 上级出台了 关于加快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意见 将安排上亿元的资金 来扶持这个行业 绿野集团又是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 也是将获得既改资金最多的企业 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这样的事儿 确实挺敏感的 我还是觉得这个郭二毛诬告的可能性大 头儿 咱们一定要介入调查 上级部门已经指示我们 下个星期开始 我们要配合审计部门工作 对绿野集团申请既改的项目 进行先行介入的检查工作 确保既改进行了流向正确 绿野的产品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 是应该申请既改 什么质量问题 据卫生防疫单位为我们出去的资料表明 绿野的产品问题是由于高温灭菌设备 和包装设备的老化 导致产品细菌超标 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获取了既改资金 敏感时刻 这条线索引起了陆林的关注 郭尔茅之死 既改资金 三号仓库的举报信 这中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如果这样的话问题就严重了 这背后不可告人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陆副总 别瞎叫我 蛋还没开呢 早晚的事 我们都知道 乔总要提的副总就是您 晚上我在枫园大酒店定了位置 等着给您庆祝 来来来 乔长文这个人 是绿野集团的创始人和总经理 此人能力极强 人脉甚广 商业手段高明 把绿野集团 从一个食品作坊 发展到今天 这个人很不简单 在业内有乔老爷的称号 绿野集团中 还有一个人身份特殊 销售部经理谢依兰 这个人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谢一山的亲妹妹 这么说 绿野集团跟时间局关系 的确非常紧密啊 晓晓 你和卫生防御部门联系一下 要他们派一位同志 配合我们工作 查一下三号仓库 是否还有大量的不合格产品存在 如果针对有 骗取即改资金的行为 立刻通报有关部门 马上收回 好 经集团董事会研究决定 现将绿野食品集团 副总经理一职 任命给 谢依兰同志 刘关杰怒从心头起 他早知道乔常文和谢依兰 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此事让他看清了乔常文的真面目 他眼里只有女人和利益 而没有自己这个兄弟 根据郭二毛生前的举报 陆林雷厉风行和时间赛报 立刻来到举报信中所说的三号仓库 一探究竟 是 加西 你通知时间局 配合我们 马上到绿野集团三号仓库看看 报告没有发现 怎么是空呢 难道他们提前得到消息 把东西都搬了 不应该啊 我们得到消息到现在 不过几个小时 就算他们要搬 也应该没有走远 消息 收到 请讲 没有收到 怀疑货物正在转移途中 如果看到可疑车辆立即行动 是 走 消息 怎么回事 头让咱们盯着 看看有没有可疑车辆 快 跟上 来吧 您来 方杰萧萧猜测 绿野集团一定知道了郭二毛的举报 提前转移了货物 方杰儿 就在前面 后面有警察 快开 喂 头儿 抓到了吗 嗯 我们现在已经登上了 结货 检查 是 红灯燕灯 红灯燕灯 哎 大哥 没路了 你好 我们是封原市检查院的 例行公务检查 走呗 我们车上拉的都是海鲜 保持期短 下午两点前必须送到 着急你也不能闯红灯啊 下次不会的 下次不会的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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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 海鲜都是合格的 走 你什么玩意儿 刘总 您没事吧 出去 那刘总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我让你出去 关姐啊 这次替副总的事 算是哥哥对不住你了 不过 我也尽心了 但是没办法 大家都选谢一兰啊 你别够着贾行星的 谁不知道那谢一兰是你的拼头 关姐 说话注意点 这是工资 瞧张文 你可真够狡猾的 你用副总经理这颗大优味 骗我让我帮你铲除锅耳目 然后你就谢莫杀驴兔丝狗鹏 把许家诺言变成一只空文 这集团公司又不是我们家的 我一个人说话能全部算数吗 这公司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算数吗 关姐啊 关姐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谢一兰的背景 要是没有她哥哥照照 绿爷 你 我能有今天吗 所以你就勾引她 让她给你上床 瞎说什么呢 这还没有的事 小长文啊 你以为你瞒得了小柔就瞒得了我吗 小长文 这大半年来 你跟那嫌来一直眉来眼去的 怎么着 你跟小柔离了婚 就可以瞑目张胆地乱搞了是吧 瞎说什么呢 没有的事 兄弟 你也知道哥哥的压力 那谢一山什么人 老奸巨花 没事则已 一旦有一点风吹草动 他肯定把咱们踩到脚底下 自己上来第一个跑的 你说 我不在他妹妹那儿买个保险 他能冒险把那大笔的寄贷资金 交给我们吗 所以说 所以说什么 行行行 我不说了 不说了 我明白 你跟小柔离婚是假期真做 明理你告诉小柔 是为了转移财产铺后路 案里你是真想踢开她 扶那个歇蓝为正方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 望小柔还等着财产转移出去之后 跟你复婚 乔承文 你这是个大骗子 乔承文你别忘了 那谢爷山的关系 是那小柔考协时间军 帮你搭上的 你这叫什么 你这叫过河拆桥 你拆别人也就算了 你拆的可是你自己的老婆 你还算是占着撒尿的爷们吗 刘冠杰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了什么 你是在关心吕柔对吧 我是心疼她 我要是知道有今天 我当初就不该把她让给你 让 我说关姐呀 你有资格让吗 小时候能跟你 是 我是没资格 我也没能耐 只能跟着你混饭吃 要不然那黄毛丫头 怎么能骑在我的脖子上撒尿 听我说兄弟 咱弟兄俩再别吵了啊 吵什么呀 你听我说 这次呀 就算大哥欠你个人情 以后有机会 我一定提拔你 行行行 别他们跟我这儿花大了 我是关姐别放糊涂了 那职位算什么 那就是个称呼 真金白银到手 那才是真的 现在既感资金 还没有全部到位 你说 我不巴结谢一山 我巴结谁去 那我那份既感资金 是不是都到位 快了快了 别敷衍我 给我准备时间 半个月啊 半个月后 钱必须到这儿 哎呀 行行行行 你就放心吧 钱一到位 我马上就把你那份给你画过去 啊 小小小小小信啊 没事 搞定了吗 搞定了 这儿莽夫一个不堪大事 要我说 咱们不用怕他 大不了让他走 放心吧 他在集团待不了多久了 不过暂时啊 还不能放他走 为什么 他还有利用的价值啊 好 刘官杰醒悟 自己玩不过乔长文 他早晚会跟自己翻脸 拖自己下水 因此 他必须先给自己留一手 好 那批有问题的货先别转移 再放回餐楼餐库 小柔 你怎么才来啊 路上堵车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 我看新闻了 那个绿越集团好像有个员工坠楼了 网上消息猜测说 可能跟绿越集团内部纠纷有关 人家警察都已经定性是自杀了 你还担什么心啊 真没问题啊 咱俩认识这么久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我就放心了 对了 这事你干嘛不直接问老乔啊 我每次找他 他都不给我好脸次看 老乔是越来越混蛋了啊 刷我也就算了 连你这个结发妻子他都给抛弃了 他是有苦衷的 苦衷个屁 他不就是为了钱吗 你不许那么说他 好 你们俩是不是闹矛盾了 不说了 点菜 服务员 点菜 先生您好 聊天了 咱们不吃气酸了 我想吃点中菜 那咱就去隔壁的那个川菜馆 行 去吃川菜 这样吧 你去你家里吃 你给我做点家庭菜 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都这么晚了 我给你做完饭都几点了 讨饭不怕晚嘛 心的心弄我这光棍 没人给我做饭吃 我拿你没饭 来来来 快来 来来 慢点慢点 我们人那个常去的那个包间 今天有 今天客人不多 正好给您留着呢 走 好 亲爱的 为了奖励你对我的替罚 我送你个礼物 喜欢吗 我帮你圆了副总经理的梦 就给我送条领带 我送你的领带 你要经常戴着呀 遵命我的谢大副总 我什么时候没把你的话 当做最高知识啊 好久没吃这么文心的饭 好吃 吃好了就赶紧回去吧 时间也不早了 一会儿你哥该回来了 你看我 都喝了酒怎么开车呀 今天要让我住着行吗 这怎么能行 你赶紧回去吧 笑容 这些年来我对你的心 难道你不明白吗 平时乔常文为了避嫌 很少跟吕柔见面 或许是因为直觉 今晚她却很想进去和吕柔 小孩 你搅着 叫做 给 给 哦 哦 给啊 盛文 你听我说 盛文 听 盛文 听 盛文 听 小龙 你跟我走开 你走 你走 对不起 乔长文懵了 他只知道这些年来 刘冠杰对吕柔念念不忘 在外年花惹草的他 却不允许吕柔 有任何对不住自己的地方 这个男人征服欲极强 不容身边的人有丝毫背叛 有事说事 没事给我灌出去 乔 乔总 昨天晚上我喝多了 干了混蛋事 你别往心里去 你喝多了 这酒劲可真大呀 有点上头 刘冠杰 你给我听好了 我就是跟吕柔离婚了 这只天鹅肉 也轮不着你这只癞蛤蟆来吃 你就是我手底下的一条狗 我高兴的时候给你扔块骨头 我不高兴的时候 我随时可以碾死你 我这 我这一喝酒怎么 我说话我就不记得了 哎 关杰 我刚喝酒说了什么 你给我 你给我重复一遍 刘冠杰 看在你我多年兄弟的份上 奉劝你一句 德村 不要进尺 此时刘冠杰真想让乔常文消失 可他不能 钱没到手之前 他什么都不能做 他只能等待尸击 这都要等 那我咱先一天上车 好 谢谢 这不是我最爱吃的海鲜沙拉吧 那我就先吃了 你注意点形象 都没您抢 陶 你别烦了 昨天那种情况 咱们不低级 陶 你赶紧吃吧 再怎么也不能跟咱肚子较劲 是不是 你看我们佳希同学 刚才气得差点涂白沫 现在比谁吃的都香 所以啊 咱们要像我们的翟希希学习 要拥有猪一样的乐观心态 来 你说什么呢 你粉丝就别吃 全留给我 来来来 你也来 货物没了 陆琳感觉到狡猾的乔长文 使了个障眼法 看来他早已有所防范 绿野这个案件 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破案 刻不容缓 衣服 你又看她 对 你看 这 可能是天王 你真的没有 你这 好像是天王 这 你又来 你又来 你又去 你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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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你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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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脱离了危险 食物中毒 不可能了 晚上是我们在一起吃的饭 我们都没事 怎么就他一个人有事啊 就你啊 皮糙肉厚的 吃了三具清安都不会中毒 潇潇 不带人身攻击的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俩别闹了 病人吃的食物中 你们还有什么没吃的 咱们下一个上吃了 这不是我最爱吃的海鲜沙拉吧 你注意点形象 都没灵抢 所以啊 咱们要像我们的翟希希学习 要拥有猪一样的乐观心态 来 你说什么呢 你本事就别吃 全留给我 来来来 也来 对了 那个海鲜沙拉 那是我特意给头点的 最后都让希希自己吃了 那你还到那个餐厅 让他们做一份 同样的沙拉带回来 我们化验 老板 打包一份海鲜沙拉 好嘞 服务员 海鲜沙拉 服务员 快点啊 行 谢谢啊 好嘞 好 经过化验 我们发现 菜里 没有腐烂和变质的 可里面确实有一种 导致腹泻的病毒 名字叫诺瓦克病毒 患者呀 就是因为吃了这个 才中毒的 你干吗去 你看看 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吃你们这儿的海鲜沙拉 我们这儿的海鲜沙拉 都是用罐头做的 你看 就是这个 我们进的货 都在保质期内 要是有问题 你可以直接到生产厂家 要求作配 我们吃了辣豆海鲜 保质期短 下午两点前 必须送到 希希 你好点了没 好多了 应该没什么大量 对了 调查的事怎么样了 最规祸手的就是他 我们的老朋友 有什么好想的 就这样 我们都还没有 你 把材料 有什么好想的 要不想的 肯定 继续 可以 有什么好想的 所以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得给我死死地看住 你还得等多久 这个就 就很难说了 那我们的婚事 你看你 这个是重要还是复婚重要 你是不是还生我的气啊 我是跟你说过 昨天晚上没生 你就知道是个插曲 不要那么再提了 其实你也别怪刘关杰 他只是一时冲动 一时冲动 这个混蛋 我早晚要收拾他 看看谁回来了 我胡亥三回来了 希希 你怎么回来了 这不是还有两天就出院了吗 然后我跟你们说 那病房啊 那床简直没法睡 太硬了 所以呢 我就偷偷跑出来了 对对对 那个说说你呢 路雨的那案子差怎么样了 绿野的产品一直都不错 可我发现最近接连几次 发生了中毒案件 还好这几笔案例都不是很严重 也都是腹泻 然后就是他们赔偿 看来倒霉的 不止我们希希一个人哪 别心灾了火啊 难道他们时间局就不管吗 谢依兰已经升任了 绿野集团的副总 所以 谢依山一定不会给绿野集团 亮黄灯的 绿野还是挺有背景的 乔长文是黑白两道通吃 虽然他们问题不断 但是没人敢责问绿野 所以 上一次的举报 并非是无中生有 嗯 那就让我 先去查一查 打探一下 进 谢总 我刚刚接到消费者打来的电话 说是吃了我们的产品食物中毒 那批产品不是已经招回了吗 怎么还在流通 这个刘关节怎么办事的 那些消费者说 要是我们不进行理赔并道歉 就会起诉我们 我下午去趟医院 拿钱堵住他们的嘴 这些钱付你的医药费 营养费足够了 听说你要告我们 听我一句劝 拿钱出院 想打官司 你是赢不了的 这就是 你们绿野的解决方式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化验单就在这儿 出问题的确实是你们的海鲜罐头呀 谁都知道绿野是风源的著名品牌 对 就是因为你们著名 所以我们吃 但是最近好像有好几起 有关于你们绿野的中毒案件 吃坏肚子我很同情 可是说破大天也得有个理 想打官司 我警告你 我们在法院政府都有关系 哪个部门的关系 说来听听啊 无可奉告 陆林让叶佳希 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 找绿野集团理赔 嚣张的谢依兰 不知道叶佳希的真实身份 果然露出了马脚 你怎么来了 这儿有个消费者 吃了我们的食品食物中毒 说要告我们 我来看看 那事情解决了吗 正在协调 你怎么在这儿 乔总让你来的 没有 有个朋友生病了 我来看看 我先走了 旅游姐 陆林 是陆林啊 我们多久没见了 房子拆迁之后 就再也没见过 是啊 真巧怎么在这儿碰见呢 走 这么说 你的前夫就是陆爷的老总 是啊 刚才那个谢依兰 就是陆爷新上任的副总 她从小养尊除优 性格跋扈 你别往心里面去啊 没事 那个住院的叶佳希 是检察院的 是啊 吕若告诉我的 同时在场的那个女的 叫陆林 是侦察科的科长 难道他们真是有备而来的 我们的基盖资金才到手的一半 要是真被他们盯上了 我真不敢往下想 上次我知道了叶佳希的身份 就跟她道歉了 还给了她一万块钱的赔偿金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好 不捂救得很及时 是啊 我想 也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你说话这 这是办公室 行行行 门都锁了 没人看见 长文 又来了 真晦气 你开门 开门去 大白天锁是门药 在说检察院的事呢 我能把门开着冲外边说呀 陆林那边应该没什么事 我跟他是十几年的老邻居了 要这么说我还能够松口气呢 这个是新产品的生产许可 我路过顺便给你拿过来 好 你就不用再跑一趟了 好 帮我吃 一蓝 你先出去一下 一蓝 谢局说让你有空去他家吃个饭 他都好几天没看见你了 知道了 老乔 我有句心里话 一直想跟你说 有话你就说嘛 为了儿子 你赶紧收手吧 我们赶紧把钱弄出去 一家三口去国外过安静的日子多好 这么大个摊子 我说收手就收手呢 哪儿那么容易 可是我怕你越陷越深 行行行 我跟你说你就放心吧 没事 你放心 我会跟你和儿子有个交代的 陈姐啊 这个是谢依兰给我的赔偿费 这是一万块钱啊 我分文未动 当时呢怕他们怀疑 所以我收下了 我现在如数归还 这个不违反纪律吧 我给你请工 谢谢陈姐 拿着 吃什么买什么 陈 陈姐 这科里都给报了医疗费 不不不 你拿着拿着 我这不用报你了 不 你这真不能打顿的 真你收回去吧 你 陆琳 你这手下人怎么比我还倦啊 陈姐 陈姐 绿野集团的案子 我想申请回避 为什么 乔长文的前妻 吕柔 那是我的老朋友了 这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 现在恰恰相反 要接近她 敏感的吕柔似乎感觉到 乔长文和谢依兰关系 并不寻常 但她不愿去想 她强迫自己 相信乔长文从未变心 而另一边 刘关杰知道乔长文 不会再跟她复婚 暗中加快了追求吕柔的脚步 小柔 是我 你怎么又来了 我这儿不欢迎你 小柔 我 我太想你了 你赶紧回去吧 否则 我就叫保安了 小柔 你嫁给我吧 别等长文了 我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的 小柔 你怎么又来这一套 你再搞这样 我真的跟你绝交了 小柔 我跟长文混了十几年了 你们结婚那天 我男帅都快要死了 你现在过得并不快乐 她 她对你并不好 小柔 你跟我在一起 我会好好待你的 刘关杰你混蛋 对 我混蛋 可是我按你并没有错呀 昨天晚我不是酒喝乱香 我对你是真的 你别傻了 乔长文肯定会跟我复婚的 她不可能跟你复婚 她和那喜岚早搞到床上去了 只有你蒙在鼓里 不会的 我相信长文 你瞎说 我没瞎说 小柔 小柔 你跟我在一起 我真的好会和爱你 不会跟长文一样的 你喝多了 今天晚上的事 我不会跟长文说的 你走吧 小柔 我没喝酒 我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清醒 小柔 我让你再清醒清醒 我会永远把你当好弟弟的 你不要搞到最后 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 我警告你 这是最后一次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她也知道可能有这事 但她不愿相信 她现在只想尽快拿到钱离开 而瞒着吕柔和谢依兰暗度陈仓的乔长文 却有着她自己的如意算盘 不错 以高质量的生产为己任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为国家创收 为百姓造福 他们有绿野食品集团 升华国际集团 就除了这帮人 这么虚伪的话都能说得出来 要是我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骗子 绿野集团 能够成为嘉奖的第一名 说明他们两个人 关系绝对不一般 所以 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 寻找证据 挖开内幕 撕开他们的假面具 对 那谢局 我先敬您一杯 来 银随意 我干了 有男朋友了 秘密 来 大家一起 来 一起都关起来 敬谢局 这次嘉奖名单呀 我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你们 凭上龙头企业了 以后政府对你们的支持项目 那可就更多了 是是是 我为你们打开了一扇 特事特办的大门 为你们企业扩展 既改 我是用心良苦啊 兄弟我明白大哥的用心良苦 是 一来啊 最近在常文这儿工作 学到不少东西吧 大哥 我这还不是当面夸他 现在我们企业上上下下的 还真离不开一来了 谢一山在风源市优秀企业表彰大会上 嘉奖的绿野集团 这是他们露出马脚的第一步 老乔 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 来 路上开车慢点 好 你们也小心点 走了 好的 好的 再见 谢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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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了吧你 你还敢上他的车 只要让他老婆看见了 你就完蛋了你 这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 常文都跟我说了 等他把海外的事情解决了 就带我出国 他才不会跟那黄脸婆复婚呢 乔常文他太精了 我都得让他三分 你跟他在一起 只有吃亏的份 听歌一句 躲他远点 他玩得太大 你这是在玩火 有你镇着他 我还能吃亏 你别把吕柔逼急了 他要是 把我和常文的事捅出去 咱们全得完蛋 他不就是你手下的 一个小科长吗 怕他干什么 当年我和常文认识的时候 就是他调到我们局里 工作的时候给搭的墙 我感觉 他肯定有我和常文 多年以来业务往来的证据 你给我长点心吧你 我要上去洗澡 麻烦我去睡觉 你赶快东西照好 麻烦我 麻烦我 那条领带证实了吕柔的猜想 如遭当头一棒 他要看看这个家 到底有没有谢依兰的痕迹 李智告诉他 先不能跟乔常文闹 否则惹恼了乔常文 就再也没有复婚的可能了 从现在起 他要捍卫这个家 你怎么回事啊 我说你怎么还没走啊 你赶快东西拿上赶快走 睡觉啊 我困了 我又睡觉 常文 我们复婚嘛 我实在等不了了 我说你啊 你又开始说胡话了你 我怕我再等下去 这个房间的主人 就真的变成谢依兰了 这 你说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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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呢这 他们都那样说 他们 谁说的 你让他站出来 你今天带的领带 是谢依兰送的吧 你 你瞎说什么呢你 这种领带的满大街都是 这是我自己买的 我跟你说啊 你再胡思乱想 我真烦你了我 行了行了 你再别说了 你听我说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 一旦咱们大公告成 咱马上出国 咱复婚 咱跟儿子一起过那个 那个天文池呢 听明白了没有 你还要不要我再跟你说一遍 那你得证明给我看 那我才安心 我 我怎么不跟你证明啊 今天晚上你就别让我走了 你这几位 那我可能要不要邀和什么 你还要走 那你能走 你不走 我不要走 你不是我 你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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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长文以为自己做事滴水不漏 但吕柔和谢依兰这两个女人 就是她的致命伤 陆林准备有计划地接近吕柔 以她为突破口 查出绿野集团和时间局的勾当 贪官背后的女人 就是他们的软肋 长文 是送我的吗 是生日礼物 那我就生日的时候来拿 不错不错 小妹 来来来 给她拿两杯 好 好 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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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把门关上啊 怎么样 谢依 这儿 服务太舒服吧 这个女孩力度掌握得特别好 真舒服 只要你舒服就行 谢依 我还知道一家比着更好的 那天也就先介绍修 陈文 我听说你和刘冠杰不合 谢依 我实话实说吧 刘冠杰这小子做事太过分了 我要不是看在多年兄弟的份上 我早做了他 我跟你说啊 你长点心 小不忍则乱大猴 别节外生枝 是 是 是 我听您的 我听您的 对了 你和依兰的事 我早就知道了 你离婚了 你有这个自由 可是我得警告你 那可是我亲妹 你要是辜负了她 我这当哥哥的可饶不了你了 看您 看您说的 您就是给我一百个胆子啊 我也不敢上谢大小姐的心哪 来 何事 那吕柔怎么办 你们不会破镜重园吧 谢依 这你也知道的 谢依 这你也知道的 那女人嘛 她总是那么婆婆妈妈的 没事 没事 不会的 不会的 团政啊 你得尽快把这件事给我解决了 是是是 一定尽快 一定尽快 出来了 出来了 装装 装装装装 不好 打乔常文的人 是刘关杰悄悄安排的 他要出一颗恶迹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下我哥 没什么事 他在办公室 你去吧 是 是 是 吕柔 乔总被人打了 被打了 被谁打了 他现在怎么样 没怎么样 再见 他呢 是送我的吗 嗯 是生日礼物 那我就生日的时候来拿 就算是 你怎么知道 我有点 是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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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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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吕姐 你有份快递 我帮你签收了 等等 你先出去吧 你没事吧 没事 那我先出去了 刘关杰快递给吕柔的这张光盘 让她不能不面对乔长文 另有新欢这个现实 但她目前只是乔长文的前妻 不能理直气壮地找谢一兰算账 吕柔后悔莫及 本以为既改资金到手之后 一家三口就能出国 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 现实却和她的预期越来越远 是否复婚已经由不得她了 而她自己正是这一切痛苦根源的始作俑者 现实已经偏离了她的设计 她隐隐感到 她通过不乏手段获得的出国梦 似乎有了破碎的征兆 可是现在还不是算账的时候 她真是悔不当初啊 正是玻璃的 师傅 你给我继续跟着那个车 疼不疼 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干的 你想想最近得罪什么人了 坐在我这回之这儿 没有人披护天安干净的 照你这么说 你岂不是很危险 你最近还是不要出去了 免得我担心 我还真想会会这帮人哪 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还是注意安全为好 在这个世界上 还只有你关心我 我不关心你 关心谁呀 小长文 你这个骗子 我说李柔你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 你口口声声说给我 抚婚 你背地却跟这个女的鬼混 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清不清楚 哪是注意的 为了保住你 你说要假离婚 我二话没说 就去跟你假离婚 这 别说 别说 这可不可以胡说 乔沙文 你确实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男 行行行 李柔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谢依兰 我以前是看着你哥的面子上 我让着你 现在看来不用了 你给我滚了 你给我滚了